它已經換好了 造型度爆表了 這一件其實是長板襯衫 但是我幫你前面塞 但是後面放出來 會比較隨性 但是有設計的這種穿法 對 然後上面的這個吊帶的織帶 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趣味 是 對 有一點點有趣的感覺 包括我們這個領結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領結就很像打一個領帶 其實下半身的褲子 也是一個它挑選單品的重點 大腿跟小腿粗 該怎麼樣選擇褲型 其實追型褲 上寬 然後下載的褲子 比較好裝你們的腿 也比較好修飾 對 後底的鞋子跟我們的帽子 往上拉 這毛帽往上拉去 身形拉車 對 這毛帽真的好神奇 百搭 對啊 一定的 變高耶 對 白色耶 我很少駕馭白色這個東西 應該就根本就沒有穿過 然後穿起來之後就 欸 原來我適合白色耶 整個顯得我非常的活潑 年輕 那上寬下載的那個設計 真的穿起來 連我自己都覺得 哇 我腿怎麼變這麼瘦啊 哇 帥 又不一樣 對啊 完全又是另外一個帥度了 沒錯 沒錯 它主要的基底還是有黑色的 但是我放入了灰色 很像迷彩的這種設計在上面 但心機就是這一塊 很像西裝的背心 去做一個半截的拼接 這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啊 就是可以達到一個顯瘦的效果 這件景毅老師挑的衣服啊 不但讓我覺得 我現在就可以去走實裝秀了 覺得我就是個藝人 就是個碼斗 哇 這一套啊 我是要挑戰它 我們循序漸進 從黑色白色 然後到這種花俏的 其實你不要看它這一件是 那個魔法阿嬤的聯名款 有啦 看到 對 卡通圖案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用了一些色彩 然後顏色的一些處理 然後去讓整體的那種print啊 就是有達到一個顯瘦的效果 這一個前片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它拆掉就是這樣 它就是一片這樣子結構的 可是它是這樣子彎過來 然後把你肚子都當起來 OK 這個可以吃到好不好 天氣鬼 這一套我是比較偏實驗性質 去讓你嘗試看看 其實你也可以穿不同的顏色 但是要帶有一點點 個性跟風格還有態度 我覺得景毅老師 他挑了這幾套衣服 尤其是加上最後這一套 就是不同的風格 但都是我沒有想過 原來我可以駕馭 而且穿起來是連我自己都覺得 哇 穿在我身上 是這麼好看的 那它之後要上節目的時候 是 是哪一套嗎 對啊 我告訴你 在我的腦海裡 所以告訴你 我現在又要賣個關子 又來了 一定會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不一定喔 對啊 大家就期待一下 超多一天 以為美人制定資別人 請就請跟駕駛 真的很晚 綻末